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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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小镇同学将近代俄罗斯人卡萨金纳和瑞士人泰西曼之间的胜者 其他场次 美国资格赛球员罗杰斯在战至4比6 6比3 4比1时收到爱沙尼亚名将康塔维特的退赛里 晋级八强 瑞士名将本希奇以6比4 7比5完胜乌克兰星星科斯丘克 也拿到八强席位 俄罗斯星星库德梅托娃以6比1 7比5淘汰前双打搭档比利时人梅尔腾斯 晋级八强将近后捷克名将克雷吉茨科娃和俄罗斯星星赛姆索诺娃之间的胜者 双打首轮 张帅史蒂芬妮以6比74 6比3 10比5逆转二号种子达尼丽娜L齐琴诺克 晋级八强 四号种子杨昭轩兹沃纳列娃以6比4 6比4击败费费尔南德斯塞斯诺维奇 也拿到一个八强席位 而徐亦凡美米哈利科娃则以2比6 1比6不敌头号种子克劳茨克奥尔莫斯 首秀出局 WTA250临辞战单打第二轮 头号种子希腊一解萨 卡里以6比4 6比2完胜幸运落败者俄罗斯人格拉切娃成功晋级八强 俄罗斯人波塔波娃以7比5 3比6 6比3淘汰德国小将尼迈尔 杰克星星万卓索娃以6比1 6比1横扫西班牙人马萨洛娃 也先后锁定八强席位 最后来猜一猜认一认 下面这张图片是一位球员局修时以毛巾无脸 不做提示 您能认出他是谁吗 上期的猜一猜 有球友给出了正确答案 没错 图片上的人就是保加利亚帅哥迪米特洛夫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特立独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